筛選來移除重複,這邊我有把那個拍個照,這個還蠻不錯的 或者你要寫VBA的話,我這邊也有 之前是用VBA來寫 如果有興趣,自己也可以寫用VBA來寫 但相對相較之下,如果有功能,當然用這個功能會是最快的 最後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 我們已經批次產生我們要的,再來就是批次刪除 批次刪除部分的話,當然我們做完之後的話,我希望能夠 批次篩選的業務之後,可是我如果還要再下一次,因為這邊沒有房呆啦,我是用沒有房呆的 所以他不會自動幫我刪除 那我是在 增加一個所謂的批次刪除功能 批次刪除的話 那我希望按下他,自動幫我把什麼呢 把這個範圍裡面的 全部刪掉 那你們要想的是 有沒有辦法 一鍵按下去 批次刪除 這邊的程式需要一個回圈 加 序齒,哪一個序齒 點Delete 可是他會一直跳那個 有沒有,意思那個 是否刪除嘛 所以我們要把那個Dispresser Learn關掉 最後記得打開 所以會有五行程式 OK,那我先DEMO一下給各位看 按下他 全部刪了 那這五行程式 應該會寫 不過我們還是來講一下 最好 其實自己想到的是最紮實的 所以有些同學一直問我說怎麼寫 我說我寫的還是我寫的 我寫一定沒問題 但是問題我寫出來的 變成你會一直太依賴 所以最後的話 反而 不見得是好事 所以一定還是 如果你想得到 如果你也寫得出來 那恭喜你 你真的學會了 但是如果你想了你還寫不出來 沒有關係 你還是要訓練 這種專業 其實就訓練來了 不可能說馬上 你都有具備這樣的能力 不過其實這種專業 就是因為養成很困難 所以才叫做專業 OK 如果說每個人都可以有這樣能力的話 每個人 那我就沒有 就沒辦法混口飯吃了 對不對 不然 誰還會聽你講這些東西 就是因為 很多人想 但是他做不到 那我只是把我的經驗 傳遞出去而已 充其量就這樣 來看一下 裡面到底做什麼 所以第一個 我先把那個 中間這個比較重要 上下只是開關而已 所以呢 我們for I 等於 那特別注意 刪除請你用反向刪除 為什麼我講過 對 你刪掉這個前面的話 他會怎麼樣呢 我先把這個現在做 如果你刪掉前面的 他會地補 這什麼 菜頭 又重複一個 等一下是不是我清單裡面有錯誤 看一下我清 啊 沒有我這個還沒做移除重複 所以 因為我剛剛又把那個 所以這邊記得先移除重複 然後 這邊有標題 OK 不然的話他會一直跑 我把這個 再刪掉一下 P字刪除 好 然後 這個可能要恢復一下 那 特別注意喔 如果說我P字刪除 我沒有注意到 順序的話 刪掉 到第3個之後 他原來的第4個 會地補到前面來 所以你要 又要刪 那就又要刪第3 所以你一直刪第3個就好了 其實也可以啦 那我的想法是 我從後面刪回來 所以我for i 等於什麼呢 for i 等於 總數 缺點抗 到 第3個 Step-1是越越小 預設是Step-1啦 -1的話是 所以呢他基本上會先 缺點抗是 總共有 這兩個 再加6個 所以8個 從第8個 刪掉了 在第7個 在第6 一直到第3 所以一直刪過來 OK 然後關掉那個 我們的提示 所以 最後的話呢 當然你可以 在這邊 在批次刪除之前 你可以先扣 扣什麼 扣上面這個 就是說我在做下一次的批次篩選之前 我可以先把舊的先刪掉 這刮我拿掉 有沒有 扣他 這樣的話呢 就不會說我現在是 篩選的時候 還有舊的存在 OK應該懂那個邏輯啦 那一樣的道理後面其實有批次篩選 業務 那當然你也可以什麼 批次篩選 產業別 產品 客戶 OK 那不過剛剛好像 製培有問啦 是不是可以做一個下拉清單 然後 你要選什麼 用下拉清單判斷 可不可以 可以啦 不過怎麼寫 可能要 自己想一下吧 OK 一定是可以沒問題 所以後面的話請各位 自行在撰寫 批次篩 批次篩選 產業別到客戶名稱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今天大概就是先講到那個 從 單次篩選 講到 批次篩選 其實這個東西 其實應該是 查詢系統 你可以是單次的查詢系統 也可以 批次的查詢系統 那當然你就可以自由的產生你要的資料 再去做後續的資料分析跟處 處理 你要產生表 跟產生圖 都沒有問題 不過產生表跟圖之前 你要先產生 你必須要 整理好的資料 OK 所以這個是一個前提 如果同學說 老師那我是不是可以 用樞紐分析表搞定一切 是可以啦 不過前面你要產生需要的資料 你才有辦法做後續的 OK 請各位 先試著把那個 今天的部分先完成 那 最後記得把它存檔起來 然後 今天的話 我們就先講到這裡 謝謝 謝謝